周五下午,中国足鞋杯第二圈上演多场争夺,其中南京城市将与上海海港进行较量。 上海海港实力不俗,而且目前正处于连胜当中,状态出色的他们经常取胜不在话下。 南京城市登上中国足球的舞台不过才八年,上级和金级得到踢中甲的机会已经创下队史最佳战绩,不可否认一年一个脚印进步明显。 但从实力层面来说却与上海海港有所添渊之别。 南京城市上级排在中甲第十名,本赛季与之相差不大,冲上中超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,只能把希望寄托于未来。 南京城市境况非常不稳定,以过去六轮联赛来说胜和复格二场,期间未曾有过连胜和连败的瞬间,这为他们本场比赛奠定了不利的基调。 更加不利的是,由于实力有限,南京城市近年甚少得到参加足协杯的机会,经验方面严重不足,金杖对于球队来说只能是重在参与,为往后积累更多的经验更为现实。 上海海港本赛季前半程战绩并不理想,但好彩在西甲无法立足的吴磊回归后,又恢复了顶级强队的水准,过去六轮斩获五胜一副佳季,唯一一败仅是败给未免冠军山东泰山,而在迎波的场次里步伐有攻入三球,四球甚至是七球的精彩战役。 如今,这支上海海港可谓人人争先,不管吴磊是否有上加发挥,诸如吕文军,王申超和刘伯扬等国内球员均有过破门,外援方面辟。 山渡市过去六轮亦有三次破门的抢眼数据,可以说多点开花的得分点让队守防不胜防。 虽然球队在今年中超已经没有争冠的希望,但依然可以全力去争夺足协杯冠军。 要知道与实力强横的山东泰山相比,球队没有了联赛之忧,可以全身心投入到杯赛之中。 与此同时,上海海港去年一度杀入到决赛方才惜败,今年卷土种来的他们必定值得期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